哎呦,诚意现在可是大红人,有人说她运气好,可我倒觉得她是一步一步靠实力演出圈的,这样的演员很厉害的,也是为了走得最远最稳最好的演员,最早注意到她就是因为那个叫琉璃的剧,长得很帅气,演技真是棒棒大,看一次就忘不了,她演戏总是全情投入,不管角色大小都认真对待,从配角变主角,停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努力。 诚意是靠琉璃这部剧火起来的,她跟平常的演员明星区别,不过,正是这份与众不同才特别吸引人,看一眼就忘不掉了,她演什么都神还原,就像一碗清汤面,怎么煮都好吃,这种性格加努力,让她在娱乐圈越来越受欢迎了。 诚意在莲花楼里演的真牛,李湘意那个角色被她演活了,魅力四射,江湖气息十足,尤其是那极场打戏,看得我心潮澎湃,她的每个动作,表情都恰到好处,展现出她对角色的深度理解和高超演技,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 看莲花楼,发现诚意打架真的好厉害,感觉她就是演活了李湘意,这不是花哨的动作,而是将江湖狭义感完全融入到了角色里。 诚意演技确实挺赞的诚意,从配角到主角,她的成功绝非偶然。 这次的征问主要围绕成意的颜值展开,有人觉得化妆能让她更帅点,可是粉丝和网友的意见却大相径庭,闹得沸沸扬扬,然而,不得不承认,大家还是特别喜欢看她的表演,所以即使有争议,她的人气依旧很高。 未来几年里,咱们得好好看着诚意磨练演技,争取赢得大家喜欢,她挺有发展空间的,可以持续在武侠剧里大放一彩,还敢大胆挑战新鲜事,总的说来,诚意肯定行,会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面貌的她。 诚意以后的路咋样,不光要看她自己咋走,还要看咱粉丝和观众怎么支持她,每次勇于走出安逸地带,说不定就让她在大明星之路上更加耀眼了。 记住,诚意这名字,肯定会在娱乐圈里留下深深印记等。 诚意这小伙子真是个拼命三郎,走到今天可不容易,你瞅瞅她演的那些角色和演技,每一处不都是对表演的热爱吗? 说实话,咱们都该挺她一把,她将来肯定更厉害。 拜托以后内娱的打戏,请按照这个标准卷起来好吗? 直到看到莲花楼一周年资本高调宣传才知道,内娱打戏真的不能没有诚意。 毕竟这哥们可是在武侠剧本不受重视的时代,硬是凭借着一己之力,不仅让内娱重燃武侠信心,更是给观众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打戏名场面。 从有龙踏雪到小楼又东风,诚意才是那个真的不把观众当傻子的实力演员。 每一个动作都仅以求精,每一次NG都是对角色的负责。 这下终于明白为啥成一伙粉多了,从莲花楼垂直入坑,粉的是她的演技,是她对角色的态度,更是她为人的真诚。 试问这样一个有演技的实力派演员,哪个能忍住不爱呢? 而直到看到,时隔一年红筹五件彩火上热搜才知道,观众才是最能看清楚的那个。 这下网友终于明白,原来诚意还真没说错,观众很聪明的,你有没有用心,他们一眼就看得出来。 最近考古到宝藏男孩诚意,曾在一次访谈里不经意地吐露了心声,我们都会找到不同的出路。 这话一出,简直是给正迷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小伙伴们打了一记抢心针。 想象一下,诚意从默默无闻到凭借流离一句大火,再到如今晚做古装男神宝座,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给咱们示范,人生啊,就像是在玩一场大型解密游戏,每个关卡都藏着一想不到的惊喜和出口。 说到执念,谁还没个心里过不去的卡儿呢?就像网上那位网友自嘲的,我的执念就是每天必须吃一碗螺蛳粉,哪怕长豆也要吃,这大概就是我对生活最后的倔强吧。 哈哈,笑归笑,但细细想来,有时候咱们对某些事情的执着,还真有可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局。 诚意的这句话,就像是一阵清风,吹散了那些不必要的迷雾,提醒我们,嘿,哥们儿姐们儿,别太跟自己较劲,有时候放下,是为了更好地拿起。 太钻扭脚尖就是在给自己找罪受,这话简直是说到了我心坎里,记得之前有个段子,说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结果把自己绕进了哲学的死胡同,最后出来是,世界都变了样,咱们可别成了这样的探险家。 在扭脚尖里转悠半天,结果发现出口就在身后,还凑过了沿途的风景,诚意的经历告诉我们,人生路上,懂得适时转弯,才是大智慧。 说到年少成名和大气晚成,这简直就是人生剧本的两个极端,有人年少时变光芒万丈,比如那些童星出身的明星,但长大后却渐渐淡出公众视野,也有人早年默默无闻,比如咱们的诚意,经过多年的沉淀, 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,这就像玩游戏,有的人开局就拿到了神器,一路顺风顺水,而有的人则是从一把木剑开始,慢慢打怪升级,最终成为全服第一。 所以啊,别急着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,你的故事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 人生不是轨道,而是旷野,这句话简直就是对自由灵魂的完美诠释。 想象一下,你站在一片无垠的旷野上,四周没有固定的路线,只有你想去的地方和脚下的路,你可以选择执行,也可以随意转弯, 甚至可以在草地上打个滚,享受片刻的宁静,这不就是咱们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吗? 不被外界的条条框框所束缚,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内心所想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,咱们每个人都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,不停地运转,但别忘了,机器也需要休息和保养, 更何况世人呢,诚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也懂得如何放松自己,无论是花花还是品尝美食,都是她解压的方式, 咱们也可以学学她,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,无论是瑜伽、跑步,还是追剧、打游戏,只要能让心情得到释放,就是好的。 记住,只有当你真正放松下来,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出路,才会悄然出现在你的眼前。 好了,说了这么多,事事后来点争一行地总结了,有人说,人生就应该按部就班,按照既定的规划一步步走, 但也有人觉得,人生就应该像诚意那样,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,哪怕前路未知,也要勇往直前。 那么,问题来了,你更倾向于哪一种人生方式呢? 是愿意做那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,还是愿意成为那个敢于挑战自我,探索未知的冒险家? 作为一个演员,颜值,演技,人品哪一样最重要? 我觉得都很重要吧,毕竟现在是看脸的时代,第一印象真的比较重要,决定问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部剧? 再者就是演技,空有颜值但是如果没有演技的话,都只能是个花架子,中看不中用。 最后是人品,好多人看剧可能就只看剧,没有关心剧中的演员是怎么样的,但是一得真的也是特别重要的,先做人再拍戏。 诚意真的是三者都占了,所以真的很难不喜欢吧。 颜值,诚意是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人,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他就已经觉得很好看了,但是他本人真的比屏幕上好看得多。 见过他的人都说,相机根本就拍不出他的一半帅气,连摄影师都说诚意就是吃了不上相得亏。 上次爱奇艺发出来的探班视频,诚意和其他人一起拍照,我当时就觉得诚意真的精致的和别人都不是一个涂层,见过诚意的人说诚意长得就像战节的精修一样。 演技,诚意的演技真的特别好,感觉看到他一个眼神,我都可以脑补一整个故事。 诚意的打戏都是真打,他为了能给大家呈现出最好的效果,都会提前进组跟武术老师练习,所以诚意的打戏动作特别标准。 连专业的武术老师都说诚意现在算是半个武打演员了,人品只要和诚意相处过的人,就没有不夸诚意人品的。 诚意的人品体现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。诚意看到别人摔倒,哪怕自己还有腰伤,还是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扶起别人。 诚意下雨天他会拔散举的很高,生怕会戳到别人,诚意给别人递剪刀时,会拔刀柄朝外,免得误伤到别人。 诚意会在机场扶起摔倒的粉丝,会给粉丝捡东西。诚意拍戏时会第一时间扶起群演,会把凳子让给群演做。 诚意会因为自己第一次用激光笔不太会用,给工作人员道歉。 诚意会在粉丝来看他给他过生日给粉丝送礼物,会怕粉丝热到给粉丝买冷风机,怕粉丝吵到村民,而给村民送礼物。 诚意真的做了太多太多,说都说不完。 我开始喜欢诚意是因为他的颜值,觉得还能孩子长得特别好看,后面看了剧就觉得演技特别好,经常把我看到哭得稀里哗啦等。 但那个时候也只是喜欢他的剧,看了莲花楼后,偶然考古了诚意的人品,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 但是,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?哪怕这个世界对他并不算有好事,他却依然用最大的善意看待这个世界。 诚意他这么好,颜值、演技、人品全都占了。 所以这样的人,只要一爱上应该就是一辈子的事了吧。 我喜欢的人如此优秀,我很自豪。 我会想像这个人。 这样的人就是豪有怎样的。 我会想像这一辈子的事情到好的则子和下面。